馬刺狗 我忘我 去跟你走 陪你聊 和你胖胖胖 紀元上小三都是 年輕的 既然張瓊子的開場白 都那麼直接明了了 我們也廢話不多說 介紹本日顏值擔當新二代 郭思瑜 今年24歲 因為名叫Joanne 她的老輩老物很有名 大家都認識 就是有著東方特快車之稱的 前旅日棒球投手郭泰元 和資深演員張瓊子 有什麼事情 不是媽媽應該知道 兒女沒有讓我知道的呢 警告母親大人 您不知道的事可多了 日前我們接獲讀者爆料 郭泰元女兒 介入重衛建設二代 潘叉學家庭 還夫妻離婚 孩子缺少爸爸陪伴 難道他們家 沒有交什麼道德觀念嗎 根據蘋果新聞網調查 該男名叫潘逸學 38歲 的確是重衛建設的董事長 同時也是遵學投資 重衛開發 力延伸計等等等的負責人 那狗仔哥哥當然是跟了 那次不跟了 八天約會了三次 抓掉啊 3月7號 郭思瑜確認過妖艷穿搭 這位身符男人的心沒問題 她7號晚上跟朋友 課完高檔日料 因女王氣勢華麗退場 走出店家 就有一台保時捷 凱燕專車在門口 Standby啦 實在很難想像 當年還在媽媽 扎過來的小寶貝 專嚴都已經變成 吵枕眉亞熱 其實我這次是最叛逆的 妳是最叛逆的 妳是最叛逆的 從小就被我媽媽生氣了 老牧深呼吸才有勇氣繼續看下去哦 這郭思瑜熟悶熟悶的打開副駕車門 上了車出發 哎朋友的部分直接在擠南路放聲 慢走不送嘿嘿 終於盼到了兩人的小世界 要不就乾脆送入東房 坐車一路開進內湖成功路上的商務旅館地下停車場 接著他們搭著電梯直達二樓套房 一直到凌晨兩點 都沒看到半個人影離開哦 據瞭解嘛 這家雙旅總共十層樓 七到九樓開放一般房客入住 二到六樓和十樓則是月租套房 所以是把這裡當自己家住下來咯 要等一下給我塞兩位給妳 塞到妳母子都不認妳 什麼啊 3月8號母子生日手心最大 拜扇夏威仙這丁點道理 做女兒的還是明白 巴特戀愛學分也不能少拿啊 隔天潘映學繼續上演溫馨接送琴 只是接送的對象 Oh my god 此刻的潘映學不愛噴發 單手送上禮物盒給孩子 最後再來一件摸頭沙 爸爸的肩膀maybe還是有的 陪孩子走進豪宅各種溫暖的樣子 看起來有像X男嗎 屬於暖男那一種啊 暖男後有個任務還沒解鎖 專業的時間管理大事 傍晚可是郭思瑜的專屬司機you know 下班就能看到阿娜達的心情 郭思瑜走路都是輕飄飄 點起腳尖愛的 不過秉持著做意休意的原則 3月10號他們沒有見面 這天潘映學離開床位建設辦公大樓 驅車前往大植美麗華 走進附近的成品書店鮮晃 培養文藝青年的書箱氣息 肚子就一個人去美食間覓食 又一個人回到冷冰冰的上旅休息 想到每個空虛寂寞覺得冷的夜晚 潘映學阿布談戀愛要幹嘛啦 我也覺得談戀愛不要太多夢了 於是腫頭戲來了 白色情人節放送一波閃光 絕對是必須 香兩口像極了同居男女 有說有笑的走出雙旅 在一起搭小黃到忠孝東路的義式餐酒館 太平這是剛剛找的錢 阿BEN 給你當零用錢喔 郭思瑜不客氣的收下整把擺鈔後 兩人今朝有酒今朝醉乾杯 就此展開浪漫SOP 這古今英雄男兒也都是一個樣 每一酒家也要配上美人足語啊 看看郭思瑜一身暴如深鉤 戰鬥服務使出十萬福特的電力 點得男方酥酥麻麻 兩個鐘頭過去之後再度獻身的他們 在酒精的催化下 手手跟著不安分了起來 Baby今晚我想來一點 搭車回商旅的途中 郭思瑜依偎在對方懷裡 潘映學似乎再也按捺不住 內心澎湃的小宇宙 就煙露把他搂回飯店 加碼線上一個文 可可喘笑一刻值千金 接下來就不打擾兩位了 巴特有情人中成眷屬 這無情人便是數不勝數囉 如果郭思瑜當真是第三者 不知道老布還笑不笑得出來吼 對此我們求證郭思瑜 他對爆料指控KIPP 他說 這不是事實啊 我是在他跟他老婆分開在交往的 他離婚跟我一丁點關係都沒有 而且他非常疼他的兒子 那些指控都不是事實 吼那郭思瑜看起來比以前風雨 色不是有喜啦 他說 沒有懷孕啦 我真是變胖了 至於老輩老布知道嗎 郭思瑜回應 我從不會隱瞞他們任何事 他們是開明的父母 再三強調 不甘父母的事不要扯到他們 巴特郭思瑜便禁丟 你的老布非常淡定 女兒任何事都不會瞞我跟他爸的 可以確定的是 他絕對不會沾染有婦之夫 也透露自己跟郭太元 已經跟潘先生吃過飯了 相信女兒敢把他帶來 一定沒問題 嘿 潘逸學也掛包緊 郭思瑜真的沒有介入 他不是小三 甚至強調 你們更讓我八天 絕對不可能拍到 我跟前妻有互動啊 事實上 之前已經招過律師公證 預計下週就要簽字離婚 妹妹 你以後長大不要像姐姐這樣 讓媽媽傷心 你以後再次看 謝謝你 謝謝你 請問你 你們有什麼好看呢